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记得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 我忘了看什么东西了 看到说这个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送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大篇幅的讲解 提到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当时看到只是一带而过 一带而过的原因就是 我们记得在一个环境中看到有一个作家 很有名 非常有名 有名的作家就叫不说话 就叫不说话 他一说话 他说 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的什么思想做指导 大概说这么一段话 大家在网上嘲笑他 那是文革语言了 那我记得有本书呢 叫《解体党文化》 在《解体党文化》当中提到北京城 北京城的紫禁宫 紫禁城是皇帝待的地方 天坛是皇帝境天坛的面积 天坛的面积 是紫禁城的四倍 皇帝不敢超过天 皇帝是不敢超过天的 那这里就讲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敬天 敬地 敬鬼神 把他们都作为生命去尊重 那我记得有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咱说有神佛道 中间人有善恶 而另外一面呢 有魔 有鬼 有妖 人的善恶的选择就变成了自己是心向神佛道 还是奔向魔 鬼 妖 在人中 自打出生 就会奔向死亡 毫无出路 而这人的一生的过程 就是自己能够约束自己心向善良 而去奔向这神佛之路呢 还是心向贪欲 奔向着鬼魔之道 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人必须重新树立人的文化 人才能生存 而树立着人的文化是变相承认了自己的人的尊重 人的尊严 而不是用钱买来的 当今天只认钱的时候 就是地位 没人尊重你 所以当你出事的时候 人人踹你一脚 恨人有效人物不就这么来的吗 共产党的邪恶 就是摧毁了我们中国大陆人 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最直接的 本来拥有的一份认知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2016年我们看到的是动荡了一年 对吧 在欧洲出现了这种 这种完全虐杀人 完全残害生命 来获得自己的 所谓升天堂的说法的 某些极端的那种邪恶的做法 结果就在昨天 这种邪恶的做法 来到了德国 法官有篇报道文章 听不这么说的 莫克尔说 柏林圣诞市场的惨剧 是恐怖袭击 那直接就定性了 在首都柏林一个圣诞市场 19号晚间发生重型卡车 冲撞人群的惨剧 死亡人数上升到12人 莫克尔星期二表示 那圣诞市场的恐怖袭击 可能是由一个难民身份 申请者制造的 那这就非常悲剧了 就是我们从今年年初 在法国看到的悲剧呢 后来到这个 在这个尼斯看到的悲剧呢 这样衍生过来 终于发生在德国了 就像英国的媒体 称中国的雾霾一样 空气末日 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在德国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也感觉一种末日景象 因为它是一种无解的状态 人们善良的行为 被邪恶的力量利用 反制在善良者身上 那会迫使善良的人 选择不善良的做法 德国内政部长星期二表示 说嫌疑犯极可能是一个巴基斯坦人 但他目前否认制造了 卡车冲撞习地案 那我看在这个推特上呢 包括Sky News 就是天空新闻 英国的 包括这个独立 好像是独立报 我不太确定 都在报道说 现在说这个巴基斯坦人 可能不是 所以有可能另有他人 所以说是德国警察抓错了人 现在不好说了 默克尔对媒体表示说 他对星期的惨剧震惊和极度悲伤 目前还有不少疑点 但已知的消息显示 这极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 调查人员将尽一切努力 让罪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 得到惩罚 那当那些人 以生命为赌注 去残害别人生命的时候 其实法律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显得很脆弱了 德国之声 现在轮到德国了 为柏林祈祷吧 柏林市中心发生的严重的事件 震撼了整个德国 包括总统 总理 外长 在内的多名政界高层 都表示震惊 而来自于巴法利亚内政部的部长 要求政府检讨难民政策 所以它自然会造成在德国政坛上的 这种轰动和冲动了 他说作案者如果被证明 是难民进入德国的 那德国政府必须全盘审查 难民收容的措施 绝不能再继续下去 不能允许来自于极端的 ISIS的人员进入德国 对德国民众构成威胁 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了 绿党的主席提醒人们 不应该陷入惊恐或反应过度 不应该把我们的社会 变成一个高度监控的场所 那正是恐怖分子所要的 那宽容的政策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加以捍卫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圈是一个不解的圈 对吧 强调手心 强调手背 都是不解的 强调宽容与人性 我们看到了一种伤害 那强调管制与杜绝 我们同样看到是伤害 其实就表明 今天的时间走到 这时间是个神 走到了今天 使人的行为 必须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人的思考要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因为这是一个无解的 没有任何一个解脱之方法的一个现状 那文章也提到说 美国当选的总统川普 直接透过推特说 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那埃塞斯和其他极端恐怖分子 持续在基督徒的社区和宗教场所 屠杀基督徒 这是他们全球圣战的一部分 那川普这个说法就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 那也就意味着 当川普正式成为美国总统之后 美国的政策会发生 相当的根本性的改变 川普还提到说 在柏林发生的事情 以及此前在土耳其和瑞士的袭击 都显示出情况越来越糟 文明世界必须改变想法 那他将成为美国总统 那也就意味着改变想法 改变整个的 他这里提到土耳其 是指俄罗斯驻土耳其的大使 遭到直接的枪杀 而枪杀他的人 却是拥有着极端信仰的 而在现场去保护现场的警察 站在他身后 直接向他开枪 而另外一个发生在瑞士的 就是在苏黎世的一个教堂 被袭击 有三个人受伤 很多人在推特和社交媒体上 表达自己的痛心和愤怒 为柏林祈祷 有一个人说 为柏林祈祷 这个词我一直很忌讳 我不敢碰这个词 因为我害怕 但是今天我们用上了这个词 那也就是说 灾难来到了德国 那经过美国的复杂的这种总统选举 那最后呢 川普已经被确认为 是美国在这一次选举当中的 获胜的这个总统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将近70%的美国人认为 川普将为美国带来变化 但他能为联邦政府带来哪些变化 分歧比较大 那三分之二的人认为 他会向正确的方向来变化 那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正确的方向 你只能说是大多数美国人认可的 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 在1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另有32%的人认为 川普执政后 华府继续过去的运作方式 不会改变的 因此 那这项民意调查 还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 川普新政府可能不会有任何变化 或者带来错误的变化 那我自己认为觉得呢 当你根本人们不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 而这个人的行为完全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运作的时候 当他反映出一个真实的人的一面的时候 作为现代的经历过去的十年二十年的精英文化的人们 是一片茫然 我觉得是这问题 就是一片茫然 这一份茫然 其实有点像在中国社会中 中共的官场体系的诸多官员 其实看待习近平王岐山 同样是一片茫然 道理很简单 你放着钱不赚 放着女人不玩 放着钱不拿 放着这种权力 已经完全成型的 完全成型的中共党的体系的 贪腐的 从上至下的 吃喝嫖赌抽的做法 你竟然不做 你非要给他杀掉 对很多人是很难接受 也无法认知这一份原则 我觉得这就是关键所在 这也是我跟大家说 2016年是命运和灵魂的一年 人们要重新认识命运 重新认识灵魂 而在欲望的追逐中 在利益的这种分享中 在这种自以为精英的 这种茫然的虚假中 当遇到一个真正的生命出现时 它就成了二了 二 CCTV 二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